年的澳门同胞都说 今年的春节与往年不太一样 这几天从珠海宫北口岸过境的澳门同胞特别的多 据宫北海关和出入境边防检察站人员介绍 从1月28号开始 从这里入境的澳门人每天都在6万人以上 比去年同期平均增长50% 而且越接近年关 增长幅度越大 宫北海关和边检站启用了所有通道 并增加了工作人员 入境的澳门人中不少是回内地过年的